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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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现场的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全国议会总干事林启昌 对如果别的总干事来我就说是最有再见的 对我们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形容词 是啊那其实我后面 今天总干事一来就说他看到后面那个布景 他说很感动 哇我觉得我们娱乐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啊 真的是多彩多艺啊 不仅仅对产业了解啊 不仅仅所有的事务呢都亲自参与 连美边连对整个议题的一个展望非常的深入 我一天一来之后啊 看到明年是金珠年 看到我们年年有余 我就觉得说啊 很澎湃很热那很温馨要过年了 对而且总干事看的时候 他说哎这怎么这么眼熟 然后那个那个就他带个肖先生来 肖先生就说哎那就是我们的主视觉啊 他说啊怎么跟我看 平常是看起来不相同 真的到渔广来的时候呢就增值了而且整个质感又提升了 啊真的是就是财神爷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年年货大街 我就真的过年的气氛要到了 所以这个总干事其实今天加税老特别 我来邀请总干事到我们节目里来哦 也是要来问总干事 你以前过年的时候有没有办年货的经验啊 小时候 有你年前哦 在整个工作上 像鱼市场啊 大概都是我们鱼会的同仁啊 最忙碌的这一段时刻了 是 说实话哦 过年的时候的年货好像都不是我在办的啊 大概都是家人啊 在办理这些年货啊 是是但是虽然说是家人跟那个在办理年货 但有没有推荐办年货的地方呢 是导室导室 因为现在全国鱼会三重鱼市场啊 我们是在位于在三重例行录啊 那我们的旁边就是三重国菜市场 还有一个例行市场 所以说在例行录这边 很自然就是一个市局是一个商圈 平常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全面性供应啊 啊这个鸡啊牛羊肉 还有这个蔬菜水果等等呢 啊非常的热闹 那尤其到过年的时候啊 整个供货的非常的一个充足 像我们鱼市场也都准备啊 很充分的这这些水产品啊 来供应我们的年货的需求 所以导室啊到我们全国鱼会三重啊 这个鱼市场我们例行市场商圈 这里啊是一个采买采办年货非常适合的一个地点 我这里可以特别推荐 是所以这个年货大街哦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这年货大街它办理的时间已经有十年了 今年刚好是十周年庆 是是 好那今天来请总干事要帮我们公布一下 今年年货大街它的开张日是什么时候呢 今年的这个全国的这个年货大街 以鱼为主体的鱼货大街呢 是在11这元月的25号26号27号三天的时间啊 在我们的这个全国鱼会三重示范鱼市场的这个广场 那过去啊我们之所以在十年前呢 会想要办这个鱼货大街 是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过年前 我发现我的同仁都很忙 忙着啊准备鱼市场的这些这些水产 再来就是说同仁在帮他的亲戚朋友 人家在请托他帮他买鱼要办年货 那我就想说哎呀我们自己有这么充益 而且我们自己是市场在做供应 那我们周边的这些商圈有这么完整的这些整个年货 那我们怎么不借这个机会啊 第一个把我们整个年度我们全国鱼会啊 在辅导各区鱼会我们开发的这个精致水产品 开发的这些伴手礼那还有就是说啊 啊我们把现在当季当宁 全台湾各地的这些水产品 不管是海上捕捞的啊或是说我们的养殖的 那我们都可以把它集中起来到台北啊 因为我们平常是产地 但是全国鱼会在台北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消费地 我们可以让渔民所有东西能够分享给消费者 又可以来呈现展现我们年度的整个啊 渔业的一个成果那是最好不过了 所以说跟渔业署报告跟署上报告的署上很支持 那我们就在啊民国99年的元月的时候 就办了第一届的这个啊 渔获大届 对对对渔获大届 那当季呢也获得大家很大的一个回响 渔业届不管是渔会协会产销班 他觉得说这个非常有意义 而且整个渔获我们到台北 我们整个展现的是一个渔会的一个主体跟精神 当地的消费者也民众也很开心 因为呢以前啊在像在例行市场过年只是人多 啊之后呢会自动封街交通管制 大家都在忙 结果因为我们有办年后大街之后 真的有过年的气息 觉得整个商群又活络了起来 所以说周边的社区民众 大家都很开心都很期待说 哎你们今年年后大街什么时候办 他们都要来三天都在我们这边 而且他知道说我们都有特别优惠的 啊这些水产要回馈给我们的所有民众 是我刚刚听到总干事说听到同仁都很辛苦 然后我以为你下一句是要说你要放他十天荣誉假 又不是你是说 开始叙述我们年后大街的历史 现阶段啊 只能放一天 现阶段事实上啊我已经啊都没有在管他们了 因为他们都比我还忙 每一个人的事情都很多 我觉得说现在渔会的同仁啊主动有责任 而且很积极做事情也蛮感动的 对而且这个感动哦 其实也会回归到说因为全国渔会的用心 所以有这么好 然后我们渔民朋友的努力哦 有这么好这么优质的年后大街 所以以后来到台北啊 年后大街不是只有迪化街而已好吗 年后大街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三重哦 来感受一下最新鲜的鱼货都在这里 我总看是刚好提到一个关键说 今年有好康活动 所以这一次这个这三天哦 鱼货大街在三重的鱼货大街 好康活动有哪些呢 我们赶快来跟我们听右介绍一下 哇我们今年来因为是十周年 那所以说呢有很多特别啊 这个规划的系列的活动跟优惠的这些措施 包括说十周年我们要用什么鱼 来让大家觉得说十周年有特别有感 因为我们台湾啊 有一个我们也算是养殖愉悦之光的石斑鱼 好我们就用石斑鱼的一个特惠价 因为石斑鱼又有吉祥的意味 它十全十美 十来运转 那一般像我们这种 一台金左右的这个石斑鱼 市面上大概都四五百块钱左右 那我们活动期间呢在现场 我们限量的用两百九十九块现场就可以 卖得到哦那还有呢我们也提供了像我们的乌鱼子 那乌鱼子也是啊我们整个鱼业之光啊 过去早期也是属于高经济价值的我们的这个辅导的架工的水产品 那鱼业鼠过去也举办了我们的优质乌鱼子的这样一个比赛 那我们跟云鱼的这个渔民啊那来做一个合作 那他有得奖的这些乌鱼子呢我们三两的用三百九十九块在现场做销售 这个对消费者来讲也是非常物超所值的这样一个优惠 那另外呢如果三天期间到现场来的话 那他参加我们各项的一个活动前五十名我们都有五十块的一个购物金的这样一个回馈 有这样一个回馈那还有像一元竞标啦百元有鱼啦一百块钱就可以买到物超所值大概有两百块以上的这些鱼啊 像像金苍鱼啦尼罗红鱼啦鲁鱼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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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啊四目鱼等等等等 所以说呢啊活动期间我们都会把所有的最好的最优质的这些水产品 我们回馈给消费者跟消费者来做一个分享 那另外我们今年啊每年我们这个来参加的这些摊位啊团体啊 包括有鱼会啦鞋会啦包括这几年有很多的农会跟农民 他们也希望说啊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年货大街的这样一个活动 所以说很丰富啊我们单位也很多 像今年啊从东部地区的有苏澳区域会 那有瑞芳区域会是啊共僚区域会基隆区域会台中区域会 这几个我都去采访过 真的哦对啊他们在地都有很多的特色 包括澎湖包括弥陀嘉义南县 几乎大概啊目前台湾啊啊北中南离岛地区的几个渔会啊都有特别啊 把他们现在最好的这些水产品呢带到现场里面来做一个展示 是所以这么多这些优惠的好康啊 其实来到我们年货大街哦也是可以哦真的是最优质哦 然后能够让这些就是最优惠的活动在年货大街中都可以知道 哎不过总算是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用线上订购 如果我们想要订购这种优质的水产品的时候 对我们现在啊这个除了说 我们上面有放网址哦 我们现在平常啊除了说有型的像像这种我们的啊这个实体店面之外 或者说办活动的时候可以现场来采购的话 那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忙哦 对啊 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到现场去做采购 但是我们现在都有网路商城 所谓的这个线上渔会线上渔市场 现在现在除了全国渔会很多的渔会呢 他们都有啊电网路商城哦 那上面都有很多他们所销售的这些啊品项啊 而且也都是很优惠的价格 我们都可以直接在线上来做采购 是好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直播的留言 呃差不多十篇里面有九篇是说今天颜值很高 哈哈哈就说总干事很帅啊主持人很漂亮爱啊怎么办就是好啦 请你吃饭啦 哈哈哈 我脸都红起来了你看看这个是被太阳晒红的 没事没事没事我刚误以为看到后面那尊财神也重现 因为一样红没有啦 然后还有也是谢谢我们观众朋友有肯定后面的布景 说后面布景很漂亮是对啊有一个有特别问说请问是哪三天有优惠 嗯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每一天都优惠而且一二五到一二七 一二五到一二七而且啊因为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特性是 辣旗耶所以说我们早上八点就开市了就开卖了大概到下午两点哦这三天的时间都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 那这几年以我的经验很多的民众啊他天未亮就来排队了 好早就出门了五六点就来啦 天赤沾沾沾沾对啊对五六点就到现场这边来了啊 我觉得说啊哇这个对这个我们这一次活这些活动啊有感情非常认同 而且他们很开心认为说啊过年期间这里是很热闹的地方他很喜欢来 嗯我说啊那就多多支持哦 嗯是所以总干事也会清晨五点去排队吗 还是你清晨本来就住那 我有时候晚上渔市场啊我们晚上渔市场是 所以全国渔客是24小时在运作不休息的白天行政人员那晚上我们渔市场大概10点多货就一直进来 我们11点都有同人开始上班那晚上在拍卖交易大概三点三点半开始 到早上六七点 所以有时候早一点去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亮的因为灯都亮着 嗯与市场是都在运作很热闹的所以说欢迎大家随时24小时都可以来 不过总干事这边那个观众也有问他说那我们网路买跟现场买啊会有差别吗 现场要现场是要现场5点过去 现场早一点来还有现场当然现金啊那网路购物的话 他有一些你们有刷卡有各方面有一些优惠而且网路上的一些特惠价 我们都有直接标示那当然到现场来有时候现场会有一些加码 或者说像一元竞标你到底用多少价格买的不一定啊 这个现场会有一些趣味性的一个互动 我记得今年又有一个这个跳戍的一个比赛 assured 菜只在吃睡 哦 菜只在看借咱 这个也是我们逾越的一个文化之一 当然现在我们都是推动各市场啊啊这个用电子竞价交易吗 好的 那那么进行交易就是你同时在进去竞争的这个价格的行程过程中 事实上是不晓得谁在竞争 那我们这个用人工的方式 这个是一个技术 而且是一个文化 那拍卖员很重要 他跟这些 他可能同时有五六个人 十几个人在买 那他在喊价 开价了之后 他会看每一个人动作不一样 只有拍卖员有讲话 其他人是用比手势的 那有些是摸摸头 表示我加一马 有些是用手去比他的数字 那拍卖员眼明手快就知道 哪一个最后成交 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很趣味 而且要让我们的消费者 知道说我们的渔业 跟市场的传承跟文化 所以现场有老师来教了之后 可以来做比赛 也是很好 而且如果说前三名的话 我们又有给购物金 可以购物金 现场又可以去买 总干事发押税钱 大家开心 还有现场我们有摸彩 到现场来的话 最大奖可以抽到什么 最大奖有电视机 是易经的 对都是大 不是像95电脑那个很大台 到现场会让你耳目一新 让你有惊艳的感觉 这个就是到现场的优惠 不过其实讲到了就是这个年货大街 其实我们下一步 年货我们买这些新鲜鱼就是要把它烹调 然后端上桌 对那一般其实过年真的都一定会有吃到鱼这道菜 因为年年有余 是那是不是这边也可以来请总干事帮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没有哪一些不同的鱼种 可他也有这些吉祥的含义在里面呢 是我想过年全家团圆围鲁的年月饭 那这个桌上的一条鱼这个是必备 因为代表是一个年年有余 全家团圆圆满的这样一个吉祥的这样一个意味 而且这一条鱼一定是要全鱼 那有很多的鱼就是我们民众很喜欢的 带有非常吉祥的意味 过去的像我们的这个白苍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金苍 苍代表苍盛 家运苍旺 或者说生意苍龙 对 那像石斑鱼也是非常夯 石斑鱼时来运转时泉时美 那像我们的花枝啦 套条啦 像这种头竹类的 因为他一煮上去之后啊 像花枝 它会曲起来 这样很漂亮 那这个代表的是一个是花开富贵 那还有像我们的这个虾子啦 虾子因为虽然说他活的时候是青色的 绿绿的 你煮熟的时候是鲜红色的 很讨喜 而且他是有那个那个那个虾子啊 他有一节一节 代表是节节高升啊 那我们今年那个贡鸟啊 贡鸟是台湾唯一我们国产的这个鲍鱼 九孔的一个产品 贡鸟包 对贡鸟包 过去我们的九孔啊 这个养的很多很好 但是后来有病变的问题 那经过呢 技术我们水展实验所 还有很多的老师呢 经过我们重新的一个改良之后 新的品种出来 现在养得非常好 而且呢 我们贡鸟的鲍鱼呢 它是吃海藻的 哇 所以说非常的健康 像优质 非常优质 而且我们现在贡鸟的鲍鱼呢 我们做到生产利率 有安心的标章 还可以溯源哦 而且吃了之后又可以招财进宝 没错 像我们的这个台湾鸟啊 虽然台湾鸟 因为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浮瘦鱼 所以说是浮瘦绵延 这个很多的像这些鱼啊 都是在过年期间啊 包括我们年菜 民众很喜欢使用的这些鱼种啊 要推荐给大家 是 好 那我们讲到了这个推荐的鱼种 我们现在不小心 我们也聊了20分钟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很快 现在时间来到再起的11.38分 这样我们听到又有空中的好朋友 又有现在等着脸书收看直播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先来听一首中国娃娃的 发福发财中国年 待会再回到今天的节目现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野红包在鞭炮身 多财有多苦 新野红包在鞭炮身上 HAPPY HAPPY NEW YEAR 一天一天的过出 今年又来临你我不分离 不管到世界各地 同样的气息 家家都欢喜 好运来 接着来 恭喜恭喜发大财 客人来 新花开 生意新龙小开快 好运来 滚滚来 我把大红包打开 我的爱 让你带 歌舞疯狂跳起来 等我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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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卡 卡 卡 等我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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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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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休息的时候留言还是相当的热烈 我来看一下 有说这个网路多少钱可以免运费呢 总干事 我们这个网路的话 我们是2000块钱 只要满2000块钱就免运费 就是他就免运费的优惠 我刚不小心开玩笑说 购物金是总干事发押税前 然后就有听友说 总干事发押税前大家欢喜啦 那一定要来 对 一定要来 有一个说 羡慕新北三如地雀朋友 距离愚火大姐这么近 现在我们那边大捷运来也都很方便啦 真的真的真的 我刚刚有提到说 早上五六点的阿伯阿伯来啊 他是从桃园来的 他是顺完餐水就过来 真的 真的他从桃园来耶 哇 对啊 真的是很感兴 很忙碍 对 是 对啊 不过我们在那个 刚刚节目的那个上一个阶段前 我们是讲到说 过年这个鱼的吉祥化嘛 是 对啊 不过 其实像我们一般过年 年年有鱼这道菜 我们通常会用到经常 对 可是近年来真的这个 因为一些关系哦 为什么会经常会 开始价格飙涨呢 总体是这是为什么 经常的价格算稳定 是白仓的价格啊 比较不稳定 第一个就是说 对不起是我讲错 我第一句发战 我只要说白仓啦 哎呀 这个效果贵好 对不对 白仓的价格怎么会上涨 现在要用经常 现在啊 真的是海上捕捞的这些鱼啊 确实比较少的资源啊 气候因素啊 各方面的因素 确实海上捕捞的少 那所以说这几年 那我们政府啊 像鱼业所啊 一直在推广啊 我们的这个养殖的这些鱼种啊 那事实上不是只有台湾 世界的一个趋势啊 我印象中过去十年啊 根据联合国那个粮农组织啊 FAO的一个统计 世界的整个水产的产量 一年大概九千万吨 那这十年平均都差不多这个量 但是海上捕捞的越来比例越来越低 对 那我们现在养殖的部分啊 这一样在九千吨的范围内 本来我们养殖大概占这个五成 现在大概占八成左右 那所以说呢 我们为了这个也是食安 也是国安的问题 那我们养殖的部分 因为技术突破 我们很多的科学家 我们的研究人员啊 对这个育种品种改良 这个部分啊 这个做得很好 所以说我们像金苍鱼 就是我们在南部啊 做养殖 还有海上相关养殖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们都一直在宣导说 尤其金苍鱼啊 它有吉祥 其实它的鱼鳍是金黄色的 它的也是苍盛的意思 重点是它的价格不到白苍的一半 优质耶 CP值很高 所以这个也都是我们年节的时候 特别强力跟 我们消费者来做一个推荐的 是 而且其实现在过年啊 真的很多渔会 他们都开始来推免结礼盒 是 对 那我们全国渔会 也有来推出 悬海御传的这个海鲜礼盒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今天总監司 有带礼盒来哦 我们来跟听友介绍一下 这个礼盒的内容 好不好 好 等一下 我们来个特写 来个特写 好 这个是我们全国渔会啊 特选的啊这个有六样的这样一个水产啊 价格是一千五百块钱 是 一千五百块钱 而且我们这几年啊全国渔会的这个选海御传海鲜礼盒都获选我们农委会的这个百大水产金品 而且获得我们海鲜的标章 所以说在食品安全卫生检验控管方面呢都是有这个最有啊这个安全把关的这样一个一个流程啊那我们这里面呢的内容物有包括有我们的这个石斑鱼 这个石斑鱼是来自我们啊这个高雄永安的哦那永安我们知道说 永安那边有钻石水哦它跟那个还有石斑鹿哦哎呦对对对对哇我们家加税很 因为LNG开开幕街牌那天是我去主持的哦是是是是所以说像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石斑鱼呢过去都是海上抓的那现在呢我们技术上养殖的现在做得非常好啊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石斑鱼 是来自我们的永安还有这个金仓鱼啊金仓鱼啊啊我们主要的产地在我们的屏东对台南这个地区哦我们的这个金仓鱼哦金仓鱼这个是我们年节呢我觉得CP最高的一种鱼种嗯还有啊我这个这个恰章恰章是海上捕捞的哦恰章哦这个这个恰章呢事实上哎呃又讨喜哦又又这个这个颜色呢哦很很喜气的这个 这个颜色是海这是海鱼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鲁鱼啊鲁鱼鱼鱼呢我们是用这个啊这个青肉哦就是已经有处理过的而且呢马上就可以做调理是很方便那鲁鱼我们在中南部地区都有养殖他有啊金木鲁鱼啦还有七星鲁鱼还有加州鲁鱼等等呢这个部分现在台湾的加工跟养殖啊做得非常好那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啊我们的白虾哦 白虾也是在台南高雄啊这个产地渔民呢跟我们一起做合作的啊还有就是内容非常丰富对还有套Q套Q呢现在是产机啊在我们北部地区在基隆啊南部地区也有哦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个1500盒特选的国产优质鲜鱼鲤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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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这个很适合年节啊的一个喜气跟送礼啊都是非常漂亮是是我们都受到消费者很大的一个支持啊那刚刚看到我们在啊介绍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有很完整的一个产品标示对一个它的重量啊它的产地哦还有它有QR Code哦这个都是有安全的一个标章跟认证我觉得说像渔会啊我们是在辅导渔民啊那我们就是说要提供一个安全卫生 啊这个有保障的这样一个随产品给消费者做负责任的一个态度那还有就是说渔会就是要做行销做推广 好那那怎么样把这个产地的好的东西给消费者这个过程啊就是渔会要去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说有示范性的要做安全把关而且要好东西要推荐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渔会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而且其实渔会这边啊也都一直很积极 也很认真来辅导我们那个就是产销班的这个部分然后还有啊就是包括说其实像是就是这些水产品啊然后还有在那个啊我们这些渔民啊他们在产销辅导上面都一直受到渔会很多很多的帮助那在这个产销的部分啊我们渔会这里是怎么来进行的呢 哦对我想呢我刚刚就说渔会的一个宗旨啊这个讲得太硬了宗旨第一条就是你的精神啊 渔会法第一条就是保障渔民权益提高增加渔民生产收益提高渔民的这个这个知识技能等等这个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说呢渔民的一个转型辅导教育训练都是要做那过去啊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啊养殖的或是说我们的一般渔民呢都是小鱼 他的规模不大就是家技型的那有时候啊他会他只会抓鱼他会捕捞他会他会养鱼但是他不懂的行销 还有他的规模不大他的成本高那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啊这个福岛渔民把他组合同一个啊性质的比如说你是养食班的你是养虾的 大概十个人左右把他组成一个产销班那让他这个生产达到一个规模化啊经济规模化之后他降低成本而且他很多的资产就可以做共同的采购啊 那你像我们辅导产销班的这些渔民我们在民国98年的时候台湾的产销班才76班 那我们到去年底我们有281班那所以说我们就是把它组成一个啊经济规模化之后 而且我们重点是的辅导教育训练让他们对食安对对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经营管理啊技术的提升 或者说你要协助他们做品牌的建立啊去行销通路哇每年都是跟他们做教育训练啊现在这些产销班呢很厉害而且学得很快 而且已经融入我们整个社会的步调跟社会的一个对渔业的一个期待啊 所以说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品项很多都是我们产销班啊他他所生产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除了会生产之外呢因为渔业这个部分呢到消费者手上是有很多流程的 除了说生产我们希望说他有符合安全的规章那有一些认证 那所以说我们的辅导我们的这个产销班呢像现在农委会啊有在推的所谓的四张EQ 我们有CAS的这个有机的农产品的标章那CAS那个优良农产品标章 那还有我们吉原浦的标章啊那还有我们的ISO 9001 是那个是加工的部分啊那我们的这个这个还有QR Code啊我们的这个溯源的这个部分 你扫那QR Code就可以知道他那个来源的过程啊 像生产利率啊生产利率是由谁谁生产的什么时候投喂的有这些过程都能够完整的记录啊消费者会很清楚 那像我们这些优质的水产啊不管是市场啊鱼市场拍卖来的或是说从养殖场过来之后 我们在最短时间送到有ISO 2万2的我们加税之道的啊这样一个处理厂啊哈希普认证的一个处理厂啊那第一个你在低温的环境 卫生啊这个干净的一个环境呢去做山这个加工的处理 我想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消费者啊大概拿到鱼要去家里抬鱼啊哈 嗯大概我也不会抬鱼啊哈 所以说现在病人说啊都要啊帮服务的一个角度帮消费者 用好回家不用烦恼如何 都在这样这样一个处理厂里做三斤去零去塞去内脏 没关系我也不会啊哈如果给我我只能把他放进热水而已 但是我们要懂得分辨知道什么事啊 所以说我们就看标章 标章帮我们把关了哦刚刚讲的那几个标章了哦 那那或是说他的营养标示 那各方面的这些标章就是我们懂不然以前我们都是教消费者怎么挑鱼啊 看眼睛啊看鱼体完整啊看有没有弹性啊啊看味道啊 眼神交流啊真的那现在呢现在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你就看有标章有认证有愚会的你就是放心了 对那而且我们这个经过处理厂之后了 那我事实上我们这些鱼货啊要要包装之前 我们采购进来我们都会先做快速的这个安全的一个筛检啊 啊这个这个检验的把关还有SGS的检验认证 那刚刚讲的全程的啊我们的这个低温的这个宅配的一个服务 那再来就是我们产品都有2200万的产品的责任险啊 所以说对消费者都很有保障 刚刚嘉税有提到说消费者在问说那多少免运费 是啊是所以说2000块呢就可以免运费 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完整的一个从生产从加工处理从宅配从安全把关 是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一个处理的一个过程 总是说我们希望说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之外呢 我们做一个有安全把关的能够让大家放心的产品这样子 是不过你刚刚总干是讲的这个是不是就是现在余汇帮消费者做的鲜鱼三清处理跟机动保鲜 对对这个这个三清之后的处理就是三清之后再来就是机动保鲜 我们在零下45度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就希望它的中心温度 鱼体的中心温度到零下18度C 为什么要急速因为因为啊我们这个鱼啊事实上它的含水率是高的 那你如果说温度不够低啊那个零下45度就超低温了 你那个解冻的过程太长它那个水分子在解冻的时候啊 它会形成冰晶之后会破坏鱼肉的这个蛋白质 那它的营养或是说它的口感都会被破坏掉 我们在最短的时间用超低温零下45度 在很短的时间马上保持它最完整的这个这个口感鱼肉蛋白质 跟营养都不流失所以这个也是啊我们这个整个处理的过程中很严重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它其实透过你看余会前中后都帮你做好了 前面有最严格的把关然后中间呢 来一起帮渔民朋友来做个行销 那到要送到消费者手上之前非常的贴心 我们先做好了最多的处理 它一打开来就可以直接料理了 就不用再做就是别的这个很繁复的这些工序这样 是是是是专业分工 没错 这都是现代的专业分工的完全的实行啊 是是是是 好 那我们这段时间已经来到再去的1.55分 还有5分钟哦 加水的节目就会结束 那我们最后这5分钟我们来请总監事帮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刚刚有讲到说像是这个过年的水产品嘛 然后我们的鱼啊一般会用白苍 然后现在有时候可以改用金苍嘛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鱼种 它是可以就是也来做这个就是替代的呢 如果说不是白苍也没有买到金苍的时候 哇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像我们的石斑鱼 石斑鱼是在运转 而且石斑鱼啊 我就说石斑鱼是我们台湾这几年啊 啊可以说这一二十年来我们鱼业界啊一大的一个成就啊 那尤其石斑鱼是让我在渔会服务啊 嗯如果看到我们的一些海产店写生蒙海鲜 生蒙海鲜 我第一个想到的鱼种就是石斑鱼 嗯因为它的它是底漆的啊这些鱼种 而且它活动力很强 而且它在海上它是肉食性的肉食性的啊 所以活动力很强 那那尤其石斑鱼它有分很多种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鱼种就是青斑 青斑鱼 对对对 我们现在一年的这个产量大概差不多在2 2万公顿左右 2万公顿左右 而且石斑鱼的养殖啊 是一个分工的专业分工的一个养殖 那有鱼民它是主要是做这个种鱼的啊 种鱼的一个管理 它就是啊啊做化鱼的 这样啊 这个有有鱼民呢 它就是说啊 它就是做孵化之后啊 做的寸材啊 啊之后中间育成 那最后是成鱼的养殖 哇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养殖的一个产业链啊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台湾的鱼业的水产品的这个粮食自给率啊 达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一百一百四十五一百五十左右 这么多 就表示说啊 我们的产量是超过我们国内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外销的一个鱼业的一个大国 嗯 那那所以石斑也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外销的一个鱼种之意啊 那像去香港啊 澳门啊 大陆啊 很多地方呢 我们石斑呢都销得很好 那像我们的鱼鱼也是 鱼鱼现在啊 啊也都销销销这个欧美啊 也都外销 外销的量也都是很大的 嗯 那那还有很多的这个替代 像我们这个啊 啊 鱼鱼啊 鱼鱼鱼 鱼鱼以前也都是海里面的鱼 那现在我们这个人工养殖的量跟品质都已经是非常好的 像这些鱼种啊 都是非常适合在过年的时候 那消费者可以来好好的来来品尝跟选购 嗯 所以他真的哦 其实除了白昌金昌之外 他还有很多 这些选择的鱼 我们也可以在过年的时候 烹淘 烹烹什么 烹调 烹调 对不起 我真的吃了我是烹调一道好吃的菜 我在鱼鱼 很多人都说啊 哎 现在什么鱼最好啊 嗯 结果我来了之后我真正的体验跟感受是 都好 新鲜的鱼就是好 新鲜的鱼就好 哪一种鱼 只要是够新鲜的 而且它的调理方式很简单 我看了很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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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师啊 明明家他就讲就用清蒸的啊就很简单的一个料理你就吃到最鲜甜的美味像这样的一个只要是新鲜有安全认证的有一会行销的有我们辅导的产销班的一定是可以挂保证的是没错 所以总干事您最喜欢吃就是鱼烹调的方式就是用清蒸的清蒸的清蒸的因为我们现在渐渐比较内行啊如果不够不够新鲜的那个餐厅他不敢用清蒸的因为他会加很多调味料去盖掉那个味道是是是是是如果说当然是因为每一个人习惯跟口感啊有些人用不同的口味都不一样好那那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检验品质清蒸的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是所以他用最简单的方法然后来呈现食物 最原始最美味的就是来透过我们台湾的渔民的努力然后来生产出最好吃优质的鱼 所以说呢今年在元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号三天到全国鱼会三重吃饭鱼市场来我们今年啦就是以健康吃好鱼啊全民拼经济大家发大财到全国鱼会来大家一起过好年没错所以啊就是真的我们把握时间啊如果说你 来不及真的不小心跑太慢没有办法跑到年会大街有没有这边还有我们全国鱼会的网路商城呢也都会有很优惠的一个啊这个价格呢来回馈给所有消费者没错好我们最后还有十秒的时间我们来跟就是今天收看的人来拜个早年呢就是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那祝大家年年有余新年恭喜发大财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拜拜再见